大家好,我是Alan 那我現在在進行的這個叫多粉對談專案 那它是一個自從2022年台灣總統大選之後 開始做了一個突破同溫層嘗試 當初是有一個在美國的一個台灣人 那他開始的,那他嘗試就是希望 英粉跟韓粉以及科粉 就是他們可以能夠真的對談 來瞭解一下彼此的立場 所以他開始這樣活動 那當初之後我就參加這個活動 那他原本大概的流程是 他會詢問大家是哪一個立場的粉絲 然後做一些基本調查 然後大家會寄Email 然後文翔是原本主辦人會來幫忙配對 然後大家就可以交換LINE 然後我自己就參與到那個活動 右邊那個LINE的聊天紀錄 然後當初我本來還以為他也在台北 然後想說有空的話 其實可以一起來參加V台灣 然後可以面對面討論 然後結果發現他在高雄 但那次我個人的聊天經驗覺得還蠻不錯 就是了解到彼此的背景 然後知道他為什麼可能是偏深藍的背景那樣 所以我們嘗試建立一些好的一些談話原則 和一些流程希望在不同立場的粉絲當間 他們可以比較容易的進行這樣對談 然後在後來其實還蠻成功的 在第一次中國大選的時候 我們吸引到700多人參與 然後並且達到100多人 約100人的配對 然後後來也有 對這議題有興趣的公私朋友來參與 然後他在公私工作 所以他還做一些專題在YouTube上面 大家可以在YouTube上面找到這些影片 然後我們經過這次嘗試在後面第二波時 其實沒有吸引到這麼多人 然後我們發現有一些痛點 就是他的配對其實蠻難的 因為後來的話我們是以議題為主 那我們需要以大家喜歡配對的時間 不同議題的立場等等一些 因出來配對會比較難 然後用Email來約其實也蠻慢的 然後並且聊天會不同步 然後大家對此關注還是大選 然後其他議題就稍微比較難去持續 所以後來想改變一個方式 就現代方式就是把它交友化 或許就交友是一個持續 可以讓他參與的一個方式 那這是用參考的一個平台 大家可以很快的聊天 然後這是我們現在的一個 稍早初學版本 那我們希望讓大家很快的 就像古早的聊天式一樣 一上去就可以聊天了 所以今天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多菲對談的Beta測試 希望找一些大家冤聊的人 然後來一起來參與 然後希望多找到一些立場不同的人 韓粉佐教都行 然後就來試試看這個網站這樣 好 謝謝大家